开店前赶紧将饮料机台重新整理 因为每天定位不只多到爆满 更是让员工忙到手软 餐饮业厂人大战战火持续延烧 主制集团今年不只将再延览一千两百名新鞋 内卫厂服务人员平均薪资四万 更比主制总组公布的平均薪资三万六还要高 餐饮业厂财调薪可能已经不够看 因为有餐饮集团更霸气寄出 这层员工每一年有四次的调薪机会之外 就连主管阶级也能够每半年享有分论制度 因为经理预计会再开六十家分店以上 那整体目标会定在两百家 除了竹针集团王平也大举真才 其中店长加进薪资年薪更有望上看两百万 同时瓦城泰桶集团转投资的美式早午餐厅乐子 更开启两大真才计划 不只寄出月薪上看五点一万 更有员工宿舍转值奖金等多项福利 解放后餐饮市场活落 餐饮集团为了因应即将推出的新品牌 海外展店计划 纷纷继高福利留人 抢财大战恐怕只会更加激烈 307人你是谁的副词台北报导